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來看N3倍期間體力要怎麼分配 還有要吃疾管吧 首先是相機調查的部分 相機調查是一定要打的 每天先扣掉150體力 然後是卡到復刻活動的部分 通關是一定要通關的 會給很多一次性的通關寶石做獎勵 而通關之後為了準備將來的六星 六星需要五星還有專武 以及記憶碎片50個 只要記憶碎片沒有滿 活動Hard關卡都可以刷一下 而如果記憶碎片已經滿到噴出來了 我建議還是要打一下活動的Hard關卡 畢竟箱子裡還是有不少好東西的 至於普通Hard關卡的部分 除非只有一關能刷 又是超重要角色 而且急著要用 像是吉塔 其他角色的我就建議三倍期間不要刷啦 然後是吃疾管的問題 流邊常常有人問說吃管是什麼 那這邊 花鑽石買一次體就叫做吃一管 接著就來看表格吧 這個表格是在算平常漲草期買到的體力 除以鑽石量是多少 比如說 買第一次到第三次是40鑽 所謂120除40 每一鑽可以買到三體 而在三倍期間內 我把買到的120體看作是360體 再除以40 那每鑽能買到的體力就是九體啦 算這個是要幹嘛呢 從這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來 一個玩家如果他漲草期固定是買三次體 也就是吃三管的話 他能接受的比值差不多就在三 而在三倍期間內 他可以一路吃到九管 CP值都會比他平常吃三管來的高 到了10到12管這邊 就比他平常三管來的低了 不過還是比平日六管來的高 到了19到23管這邊 就是吃太多啦 吃到這邊剩1.8 還不如平時吃六管的2呢 然後我在旁邊列了 長草期吃管習慣跟三倍時建議的最高管數 這個數值單純是跟平日吃管的CP值做比較 只要低於建議管數 CP值都會比平常來的高 三管玩家在三倍期間內最多可以吃到九管 六管玩家在三倍期間最多吃到18管 至於九管以上的玩家 只能說無所畏懼 想吃幾管就吃幾管啦 但是這邊沒有考慮到裝備溢出刷爆掉的問題 以及玩家有沒有能力負擔吃管量的問題 裝備溢出應該是比較不會啦 因為這次一次開了兩張新地圖 要刷到裝備溢出應該是有點難 而負擔吃管需要的鑽應該是比較大的問題 這次的三倍是12天 我有算了一下12天內每天吃幾管各要花多少鑽 如果每天都三管的話是1440 六管的話是3600 九管的話是7200 依此類推 各位可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來看看自己要吃幾管 那如果體力不夠用 想要用台幣買怎麼辦 關於禮包的部分 下個影片講 希望能在今天出 最慢的話會在明天更新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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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